大家好,我是三嫂 今天分享一道香辣鸡翅 做法简单,百吃不厌 洗干净的鸡中翅,来切一下 两边都给它切一下,这样容易入味 鸡翅切好,来腌制一下 一点姜丝,拍扁的葱头 一勺盐,一勺生抽 一点点老抽上色 一勺蚝油 一勺奥尔良腌料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腌制一个小时 鸡翅让它腌制,来切一点蒜末 再切一点葱花备用 鸡翅用了一个小时 来沾上一点淀粉,就可以炸了 均匀的裹上淀粉 这样就可以 全部裹好淀粉 就可以上锅炸 油烧热,下锅炸 把它翻一下 鸡翅要多翻一下 炸到表皮酥脆 就可以了 把它夹出来 不炸一下 炸好把它捞出备用 锅里留一点底油,下蒜末 把蒜末炒香 一勺辣椒粉 一勺奥尔良 下鸡翅 把它翻拌均匀 下两勺白芝麻 再放葱花 好香 不用去啃得鸡翅鸡翅 香辣鸡翅就做好了 先嫩多汁,外酥你嫩 好吃又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